2015年全國中小學舞龍錦標賽 今年選在苗樂園舉辦 全台29支舞龍隊伍 同場競技相當精彩 2015年全國中小學舞龍錦標賽 今年在苗樂園竹南國小舉行 由於苗樂園以傍龍文化問名 舞龍競賽來山城比賽 可以令苗樂園成為名副其實的龍的故鄉 舞龍是民族活動當中經常見到的表演 舞龍這項技能看起來輕鬆 但只要一個人出錯或速度跟不上 整條龍的演出就會大打折扣 整體的演出也不再流暢了 因此舞龍比賽廣告的是團結合作 龍珠雖然是獨立行動 及是引領行動同方向的關鍵 演出者因為受限於體型 因此各小國中到高中各組 都會以不同的標準來評分 但一致的標準就是 聲跳龍隊能否團結 精彩的舞龍大賽都是同學他們辛苦練習 培養絕佳默契的成果展現